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内科的李仪 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病因和临床特征 这一部分将分四点来进行讲解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病因 接下来学习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流行病学特点 然后一起来学习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临床特征 本节的最后一个部分 介绍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多导睡眠监测的特点 我们首先来了解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病因有哪些 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具体病因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清楚 可能与遗传、药物、铁缺乏等等相关 不凝腿综合征阳性家族史是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危险因素 提示可能与遗传变异相关 应用某些药物像五腔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三环类的抗抑郁药、锂炎、多巴胺受体的激动剂等等 都可能诱发或者是加重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 血清铁蛋白降低等也可以通过铁对多巴胺系统的作用 而加重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 多巴胺能系统受损是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病理生理基础 也是治疗药物选择的基础 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患者 可以在肢体运动之前同时或者之后记录到皮质的觉醒 肢体运动相关的自发觉醒会显著增加血压和心率波动 从而增加了心脑血管病的风险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流行病学特点 从性别来看 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男女发病是没有区别的 那么从种族来看 黑种人的发病是少于白种人的 目前还没有关于亚洲人 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流行病学的数据 从年龄来看 儿童成人都可以发病 我们需要明晰的一点是 儿童和40岁以下成人睡眠中 每小时大于5次的周期性肢体运动不常见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周期性肢体运动会明显的增多 有超过45% 接近一半的老年人睡眠中 周期性肢体运动每小时会超过5次 但是伴有睡眠障碍或睡眠过多的比例并不高 成人大约占到4% 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和不宁腿综合征密切相关 有研究报道 80%的不宁腿综合征的患者 可能会同时患有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 反之却不易染 许多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患者 并不合并不宁腿综合征 我们在了解了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流行病学特点以后 我们重点来学习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临床特征 与不宁腿综合征相似从他们疾病名称的字面意思来看 我们对他们的临床特征就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 那么睡眠中所有的周期性肢体运动都可以认为是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吗 通过下面的学习 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肢体运动 要满足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是发生在睡眠中的 第二 体动是周期性的发生 肢体运动会连续出现几次以后 间隔一段时间 然后再次发生 因此也称为周期性的肢体运动 第三 它具有反复性的特点 通常每小时大于等于15次 第四 有高度刻板性 周期性肢体运动常发生在下肢的远端 典型的表现是足背背曲 大脚趾伸展 常伴有踝关节 膝关节 甚至款关节的部分曲曲 相似的表现也可能发生在上肢 第五个特征是 周期性肢体运动导致睡眠的片段化 表现为睡眠中多次觉醒 也可能早醒 或者因此入睡困难 日间表现的是异常疲乏 而患者常常是感觉不到肢体的运动 以及睡眠的片段化 肢体运动多 是由他的家人报告给医生 此外 患者的觉醒 可先于或迟于 也可以同时于肢体的运动 幻灯片展示的这张图片 是给大家看一下一位典型的周期性肢体 运动障碍患者的下肢 肢动的图片 可以看到他的双侧大脚趾是伸展的 怀关节 膝关节 部分区区 由于多导睡眠监测是本病的关键性的诊断项目 因此 本小节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学习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 多导睡眠监测的特点 通过学习 要使大家知道什么样的多导睡眠监测结果 提示是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诊断 在接下来的这张两分钟的多导睡眠监测结果的截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 记录到了五次腿动 紫圈做了标注 而且双下肢均有运动 患者是个女性 她丈夫告诉医生 夜间她总是频繁的踢腿或者拳腿 扰乱了她的睡眠 依据美国睡眠医学会的标准 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周期性肢动指数 应该大于等于每小时15次 周期性肢体运动的判定标准如下 每次运动持续0.5到10秒 一个周期是连续4次以上的运动 每个周期的肩的间隔是5到90秒 通常是20到40秒 好 在学习了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睡眠多导监测 特点以后 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首先 周期性肢体运动与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不同 前者只是一个症状 是周期性肢体运动 后者是因为周期性的肢体运动打断了睡眠 引起睡眠障碍者 我们才能称为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 在去除掉与不宁腿综合征合并发生 或者是药物引起的以外 成人患病率只有4%左右 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肢体运动 具有夜间发生、高度刻板、重复性、周期性 多发生在下肢远端等等的特征 多导睡眠监测是最客观的 诊断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关键性诊断项目 它有它特定的诊断标准 这节课我们到此就讲完了 大家对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的概述和临床特征 有所掌握了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